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相信你們對EON 12 元店一點都不會陌生 實行過的區區總有一間在你附近 但我發現每一個人在裡面的購物清單 或者回購清單都不一樣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想和大家集思廣映一下 分享一些我覺得在12 元店很好用 要不停回購 或者一些我覺得12 元都可以省下 不用買了 希望你們有興趣和喜歡看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我們由一些很耳熟能長的開始說起 這三支我想大家都不會陌生 我自己是無限回購的 分別有一支洗泥水 一支是洗化妝掃的水 還有一個是洗內衣褲的清潔劑 這個版本的洗泥水已經是第二代 問心我覺得舊版本是比較好用的 但那款已經買不回了 我不會覺得這個版本很差 分別就是要等久一點 即是清潔劑放進粉泥水後 要等一會 等它滲透後才去洗 其實清潔力也在 所以要花多一點時間 但12元來說 我覺得沒有其他的洗泥水 是性價比比它高 所以我會一直回購它 然後到這一支是洗化妝掃用的 在12元店內 你會找到兩款不同的洗澥水 第一款就是我手上這一支 另一款就是大瓶 小瓶粉紅色透明的 我自己是喜歡這一支多很多的 另一款我覺得它的清潔力很弱 洗都好像有不乾淨的感覺 然後有一點滑散散 它比起很多專櫃的洗澥水 更加好用的 因為我試過很多 都是很大股的酒精味 但它完全是沒有的 大家看看我後面這裡 這一堆的化妝掃這麼多 如果用專櫃大品牌那些 成本實在是太高了 所以考慮了一切的因素 我覺得這一支CP值是最好的 而且它是真的好用的 然後內衣褲清潔劑 應該最近換了一個新版本 這一支應該不用多介紹 只要你開始有驚奇 你應該會認識它 如果你跟我一樣都是好動寶寶 有驚奇的時候 動得太過大幅度 令到可能滲漏了一點 在內褲上的話 它洗血是一流的 不一定是驚血的 有時候你弄傷 在衣服上 它洗也是一流的 基本上五秒鐘就已經洗乾淨了 所以它是必備的家中 然後這一包 我很久之前都介紹過 但是說起12元 我覺得不得不提它 因為實在太有用了 就是一個放在梳上的網 包裝是這樣的 一包有40個網 裡面可以找到這些長條型 然後可以拉到很大個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的梳 都不怕不適合尺寸 我自己是用Tango Teaser的梳 它的梳面比較小 你會發現網其實都很大 凸出來的不重要 不會影響到它的作用 它的用法就是 你梳頭的時候 難免會脫掉頭髮 如果你沒有這個網 它的頭髮在裡面 卡到一大餅 清又覺得很噁心 又不想碰 之後 我也有時候有潔癖的 當你存了一定的量 你直接整個網 拔出來 連同頭髮一起 把它拔掉就可以了 既然說起很討厭自己脫掉的頭髮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這個是一塊海綿 包裝裡面是一個個 好像切角非常兒戲的海綿 它的用法就是打橫 塞在洗手盆下面的質 我真的很討厭要處理一些脫掉的頭髮 但是不處理又不行 因為它會塞住渠口 去水會很慢 坊間有很多其他方法 例如換了一個質 但是那個質 又會繞住頭髮 我又要碰到那些 脫掉出來很久 存在很髒的頭髮 我就不喜歡 然後有些用來貼在去水位的膠紙 我覺得容易繞棄 或者外觀沒有那麼漂亮 這個海綿 雖然看上去平平無奇 又很細塊 但是其實它挺有用的 因為它可以繞住頭髮之外 它旁邊有一個扶手位 一元就可以扔掉整個廚房 感覺上會比較開心 然後早幾個月 都跟大家分享過這個懶人鍋 一個人煮東西 又煮得不多 又不想開大碗 又要洗這麼大碗的東西 真的是一件事 這個我已經用了很多個月 其實塗層是沒有脫掉的 它是一個比較易結鍋 質地的 很容易清洗 它不會吃死所有的東西 又不會那麼容易煮焦 但是有一個缺點 就是其實它 後面都容易 如果用明火燒 都會有痕跡 看看你個人是否介意 我自己有一點點介意 所以就買了一個新的回來代替它 但是我都會繼續用著 它第一個位置是焦到接受不到 才換 它就不是12元 它25元 我覺得都不貴 它的容量大約是可以炒兩隻蛋 都沒有問題 或者我會煮10隻的餃子仔 就是一口餃子 然後完全不用碟 直接用它做碟 然後吃完它 一個鍋就已經做完所有東西了 另外還有一個用途 就是如果要煮一些熟油 然後淋上一些蒸魚 或者一些醬汁 是不想開這麼大個鍋的話 它也是可以做到很方便的 說起煮食 我都很喜歡在12元店 入手這個日本料理酒 它跟味淋 雖然都是日本料理常用的東西 但是完全不同用法 味淋是帶甜味的 所以它是可以代替糖 用來醃肉或者煮食的時候放的 而料理酒就是代替了 譬如我們平時用的米酒 它沒有米酒那麼濃烈的味道 但是一樣可以做到醃肉的時候 辨醃肉或者辨肉臭味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醃肉的時候用的 我已經有一瓶了 這裡用了三分之一 應該是用了三四瓶 另外我也很喜歡買這個 煎魚湯火粒 最簡單用法就是煮烏冬 做一個湯底 或者日本其實上湯很少用到雞湯 很多時候都是用煎魚湯 用了一個湯底去煮其他的料理 都用得著的 裡面是一大包的 就是這樣一袋 這個是已經回購了很多次 還有一款是瘦款原道 我這次買不到實物給大家看的 就是這個炸雞粉 我把圖放在旁邊 它是非常方便的 完全不用加其他的東西 只是用這包粉 然後混水去醃雞 然後放在氣罩那裡炸 然後放在氣罩那裡 跟KFC一一模一樣的味道 如果你看到它的真身 而你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買回來 你不要猶豫了 你想多一會 它都會馬上賣光 然後就是兩款 關於穴位和按摩的工具 其中一款就是一個木棒 它是瘦在穴位那裡 很酸軟 是挺爽的 我自己是會上網找一些穴道 是用來排毒 或者有時候有什麼頭暈身慶 其實刺一下它個人是會舒服一點 或者會精神一點 當你很累的時候 都會刺一下穴道 或者鼻敏感的時候 是有些用的 可能外面也有很多 它是覺得容易買到 然後又不會心痛 你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經常用的 那12元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可以接受的價錢 有時候外面買那些 100-200元或者更貴的按摩儀 買了回家其實也不用的 你問心一句 你是不是真的天天用 如果你天天用的話 當然值得投資 但是好像我這樣 三分鐘熱度 想起它才很舒服 才用的話 那12元我覺得這個選擇 非常好 而另外就是一些刮臉的工具 其實它們去水腫、排毒、通淋巴 如果每一晚做 效果是挺顯著的 不需要用到一些很貴的 我覺得便宜的 只要你肯持續去做 總比買一個很貴 但是你只用一兩次 如果你那一陣子很勤力 你的臉會不會太腫 而且這個唇狀會明顯很多 當然我現在就比較懶 所以我覺得12元去投資一些 對身體好 或者對去水腫好的工具 都是一個不錯的家庭 然後這兩條黑色的海綿 就很適合你穿高跟鞋 或者尖頭鞋的時候 腳趾到前面很痛很痛 或者你的鞋子大了一點 你想找一些東西 塞一塞位的時候用 它們是半月型來的 如果你塞在鞋頭那裡 你的腳趾就會頂住 這個位置就是這些海綿 就會沒有你頂住鞋尖那麼辛苦 很多年前我都是在鞋子大買 類似這樣的東西 但是一雙要四五十元 這裡12元而已 它好像眼磨 好可愛 然後在12元店 我經常都會進行造型 非常可愛的物質袋 它們有sip up 位 這些有什麼用 我經常都會做一些寵物零食 會送一些給她的朋友 分金桃味一下 大小就剛剛好 我接下來Halloween 我打算做一個南瓜雞肉餅 所以就買了這一款 還有這一款 就用來做Halloween禮物 或者有時候 大家收到我的Give-A-Way 都會發現我用紙袋 或者一些膠袋 去帶著產品 是很漂亮的 很多時候都是在12元店買的 你看上去是完全不像 在那裡買得到 好像在外面特意搜尋 其實只不過是在一間店裡就完成了 說了這麼多12元店好用的東西 不如分享一個 我覺得超級無敵雷品 就是這一包 你看到裡面一粒粒 其實就是一些壓縮的面膜 每一個面膜都是由膠囊物封住 所以其實蠻衛生的 我本身是挺喜歡這個概念 因為它的膠囊是有深度 你就倒一些化妝水或精華 它那些面膜紙吸收了 然後就可以做濕敷的功效 但是我發現它這個面膜紙 是需要很多很多很多的化妝水 才可以讓它吸收了足夠 再可以敷面的份量 那我就倒無印化妝水了 你會看到它馬上會升起了 你看到它升起了 以為這樣是不是夠呢 然後我打開它出來 你會發現它是跟一張乾了的濕紙巾差不多 它完全是不足夠用來敷面的份量 但是我剛才倒下去的量 是跟我倒在化妝棉用來濕敷的量 是差不多的 性價比是化妝棉高一點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12元就不要浪費在這個壓縮面膜身上 到最後想跟大家分享一件 比較新奇有趣的東西 我也是最近買的 沒有試過的 它是聲稱濕了水之後 可以用來擦走一些蔬菜的死皮 就不需要刮了 我看到下面是有說到薯仔 紅蘿蔔淮山 還有上面這裡好像清得很乾淨 表面非常硬 就算後面是海面也好 前面是按不進去的 所以都很期待它的效果 就可以省上 而且不會浪費了 有時候刮得太多 連肉都刮出來 或是小朋友都可以幫忙 一起做一個親子煮食時間 不怕弄傷手的工具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些 我在EON12元店 覺得很好用的回購清單 如果你們有什麼在EON 覺得很好用 或者超級不好用 想和我分享的話 不妨留言告訴我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上載兩條新影片 凡是在錄影深點 和是在錄影深點 和是在錄影深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